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刘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首都机场 由于工作原因,我今天要出境到韩国 一会儿大家可以跟随我一起看一下 在这个疫情的特殊时期 入境韩国之后会有哪些手续和流程 现在已经登机了 经过90分钟的飞行 我们现在快要到首尔的人川机场了 刚才在飞机上空姐给大家发了一系列的表格 旅行记录申报表 还有健康状况申报表 还有一份隔离注意事项 现在已经下飞机了 这边的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的是 所有的隔离人员都要下载的一个软件 然后有给到各种手机系统不同的二维码 测量了体温 收了健康申报表和在国内做的核酸检测报告 然后给了一张隔离的指南 接下来就要起好行李 到隔离酒店隔离了 我现在已经到出租车上了 吸机和乘扣位中间是有透明的这个阻挡员的 车费是固定的 发了还原 到酒店之后的流程还是很简单的 添一张信息表 然后领了房卡 就可以上楼到自己的房间了 房间门外有一个垃圾桶 这个红色的保温包是放每天的三餐的 分别是六点半十一点半和下午的五点半 OK我现在已经到了我隔离的房间了 隔离期间我每天要做的呢是自测两次体温 就是在机场下载的应用上面自己进行申报 我已经把饭打开了 里面一共是有五种小菜 一个主菜 米饭和汤 大家早上好 现在已经是三号的早上了 现在准备收拾一下出发去保健所做核酸了 保健所外面大家相隔一米排队在等候 在接待处的桌子这边是要先添一张表格 主要是一些基本信息 比如姓名 护照号 这里面的联系方式一定是要添韩国的手机号 因为这个是用来接收自己的检测结果的 添表之后 先到一号窗口工作人员会录入基本信息 然后到二号窗口确认一下信息领到一个标签 然后再到三号窗口领取一下检测的管子和棉签 再到四号窗口做一下检测 先做一次腌柿子再做一次鼻柿子 下一次就是4月15号结束隔离的前一天 再按照今天的流程做一次核酸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希望随着疫苗在全球的广泛接种 世界能够尽早的恢复正常 大家可以像以前一样自由的流动 世界能够尽早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